在美国西南部的沙漠 除祖产的蝌蚪在小绿洲孵化而出 在长成小青蛙前 它们不能在脱水的环境中生存 但是它们生活的池塘转顺即逝 水分很快就蒸发了 所以这些小蝌蚪需要和时间赛跑 要赶在池塘中的水分蒸发前长大 几乎在一夜之间 一部分蝌蚪迅速变大 它们用了自己锋利的牙齿和巨大的恶部肌肉 来吞食身边更小的蝌蚪 通过这额外的食物 它们成长得更迅速 继而可以在池塘蒸发前离开 除祖产远不是动物里唯一把吞食自己同类以生存 作为正常生命周期的一部分 所有这些动物都是 如果你感到很惊讶 你不是一个人 直到最近以前 科学家以为同类相识是一个很稀有的 面对饥饿或其他极端压力才产生的反应 已知的同类相识者 如螳螂、黑寡妇、蜘蛛 曾被视为是奇怪的特例 但现今 我们知道它们或多或少代表了普遍现象 同一物种互相捕食 看起来可能对物种不利 但同类相识也可以帮助整个物种的存活 通过减少竞争、消灭弱者 让强者更强大 有些动物比如除祖产是因为环境压力而吞食自己的同类 它们的情况很危急 但对于它们来说 同类相识并不是为了避免饥荒的孤注一掷 同类相识是更快地长大 跳出一个它们很容易被捕食或被危险的环境条件影响的阶段 其他物种包括很多鱼类 觅食中会无差别的捕食同类 鱼类生产大量的 个体小的幼体 且成年的鱼识别它们自己的后代 就和我们识别一把葡萄干一样差劲 鱼卵和幼鱼是容易获得营养丰富的一餐 且鱼有着上千个鱼卵 成年的鱼就算吃一部分也还剩很多可以孵化 幼鱼不只会被同类里成年的鱼吃掉 兄弟姐妹也会互相捕食 杀虎杀的卵会在不同时间段 在母亲的输卵管里发育和孵化 当幼体用光了自己卵中的卵黄 它们就会吃掉其他卵和幼体 直到每个输卵管里只剩下一个小鲨鱼 出生时 剩下的小鲨鱼就有了充足的营养和丰富的捕食经验 所以更容易存活下来 即便有食不是胃的营养 幼年的动物也很容易被同类相食 仓鼠老鼠和其他镊齿动物的母亲会吃掉一部分自己的幼鼠 如果它们生了病死掉了 或者只是它们无法喂养太多幼鼠 其他动物中包括熊和狮子 熊性会杀死其他熊性的后代 这是因为没有幼崽的雌性比它们在抚养幼崽的时候更容易继续交配 为了不浪费营养丰富的肉 熊性会吃掉死去的幼崽 同类相食在鸟类中更少见一些 不过某些鸟也会吃生病或死掉的幼鼠 来处理掉尸体 避免吸引蛆虫 对于成虫间的互相捕食 熊性比雌性更容易被吃掉 一般在配偶期 原因通常是熊性体型更小 比如 熊性澳洲红贝蜘蛛 会和体型大很多的雌性交配 交配后 小小的熊性不会马上离开 而是翻个跟头 把自己的腹部移到配偶的口气旁边 接下来 雌性用含有酶的消化液 吃掉熊性的腹部 没有被第一次交配 直接杀死的熊性会回来 一半已被吃掉的情况下继续交配 然后成为雌性蜘蛛的食物 这样熊性不止给雌性提供的精子 它还提供了一顿营养丰富的晚餐 来确保雌性可以生存 把自己的基因传下去 总的来说 同类相食 无疑是动物王国生命中的一部分 和其他我们更了解的行为一样重要 当我们继续深入探索 自然界中同类相识的证据 我们也应该问问自己 还有什么东西 是因为我们把人类的标准 用在自然界而被我们漏掉 求知若渴吗 订阅我们的频道 敬请继续关注 永保探索热情